跨水冰到屏東風港村展開大消毒 就是因為台灣已經出現第一波Delta病毒本土群聚 看起來在這一波主要是以Delta為主 屏東縣日前出現案14298指標個案 計程車司機他再過兩次的年長乘客 以及乘客同居人還有同居人孫子都確診 疫調揪出鄰居秘魯返台祖孫 6月6號來台後在居家檢疫過程中確診 25號證實染上Delta病毒 這起12例群聚已有6人被驗出感染Delta病毒 疫調人員更查出秘魯返台阿嬤 在居家檢疫期間還出來倒垃圾 跟鄰居相隔1至2公尺 戴口罩打招呼疑似成了關鍵傳染破口 Delta病毒入侵台灣 指揮中心針對指標個案司機匡列 接觸者136人99人居家隔離 以採檢PCR124人陽性9人陰性115人 而CT值10.8的計程車司機也傳染給三名同住家人 其中兩人CT值也在16以下病毒量超高 社區恐怕陷入危機 那就必須要做一個微封城的策略 你趕快把這個熱區一劃定以後 行動管制然後給它做多層次的篩查 絕中心緊急在當地設置社區篩檢站 同時足跡.11消毒 五大措施要防堵疫情破口 在本土疫情仍為控制之下 傳染力全球第一的Delta病毒又入侵台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政府所謂的超前部署 已變成被病毒追著跑 藉由黃毅居然響於SNG台北採訪報導